拿著髮器鎮頭將爺 邊跳邊從宮廟裡走出來 立委姚文智抬轎緊跟在後 謝謝 行過 行過 謝謝 台北市外化區青山宮 舉辦繞境活動 立委姚文智受邀參加 但受邀的可不止他 台北市長柯文哲 以及立委蔣萬安 也都來抬轎 不免在外界聯想 全是為了備戰2018 我不能只在 我自己的選區活動而已 其實包括像之前到 到中南部到外縣市 甚至我到宜蘭 大家都會有很多的聯想 過去通常被認為說 台北市長的序曲 結果我其實不知道 那個蔣委員昨天也來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在老台北 做一個起跑也不錯 姚文智看起來胸有陳豬 就是因為先前政論節目 台北市長民調 姚文智獲得5成8的支持率 狂順柯文哲4成 再加上民進黨內部基層反彈 2018不再里讓何文哲 也難怪姚文智信誓旦旦 反觀蔣萬安 雖然至今沒有鬆口參選 但情跑基層 也被解讀是為了參選暖身 先前因為勞基法戰役 表現亮眼 躍身成為藍營新戰神 人氣聲勢 水漲船高 也成了綠營不容 慶湖的強敵 歡迎新聞 臨機想理家話 台北報導